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我说的是日语 你说的什么语 日语 日语 日语没什么特别 有这个消息要跟大家说 你知道吗 其实有一些语言 如果说了久的话 或者更多人用的话 甚至可以变成一个很特殊的语言 甚至可以变成一个新的语言 如果你常用 而且它有一些比较多人用 比较特殊的话变成新的语言 因为这个情形就证实在澳洲已经开始发生了 在澳洲北部有一条比较偏远的乡村 就在近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语言 它主要都是在村内的年轻人使用 他们会用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文法 规范等等这种新语言 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 这种新进的语言名为叫 是一种清语言 这个叫清瓦皮里语 其实瓦皮里语是当地的一种图语 当地的土著所用的一种图语 但是这个它是清瓦皮里语 是从瓦皮里语所延伸出来的 就是年轻人 一般年轻人自己说了就制成一格了 变成自己的语言了 这个主要是在澳洲北部的一个偏远的村落 叫曼努所发生的 因为这个地区它是比较偏远 达尔文港以南大概885公里以外 没有正式的公路连接 所以每年12月到5月的语季期间 是以试隔绝的 就感觉像热浪岛 是在语季期间 是跟外界是完全隔绝的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当地呢 他们是以英语为基础的 是以英语为 通常给小朋友 他们教他说英语 而且呢 还是以这个英语为基础的 另外一种混合语呢 叫Crio 在35世以下居民 基本上都使用这种Wapri 而且其中有大概350个人呢 更将这种 刚刚我说的新的这个语言呢 视为这个母语 它是怎么开始的呢 其实是在2002年开始呢 就观察 有这个语言学家 他就开始观察这个Wapri 他认为这个萌芽的时期的记录呢 他就写下他的发展 当时呢 在这个村落小朋友 都学习这个英语 学习英语是为了方便跟外界沟通 但是家长也鼓励积极学习 这个Wapri 就当时他们的这个母 他们部落的这个语言 所以他就视为一个文化的象征 学英语是跟外界沟通 但是学这个他们的族群的语言呢 是一个他们文化的象征 所以这些学生呢 他学习就用英语 但是呢 平时他们之间呢 是以这个亲Wapri 与互相沟通 那久而久之呢 这种就 在他们的这个 之间族群之间呢 尤其年轻一代呢 就成为了一种 非混合性的一种语言 而且呢 最独特的是 他可以拥有自己的文法规则 所以 从这个世界当中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 就是在于 呃 一个语言的产生 他有时候呢 他是 在你用惯了之后 而且惯性 大家都有一个认同感的时候 他就慢慢被接受了 啊 我们 我们反观回来 我们所用的一些语言 比如说像 马来西亚的这个国语 马来西亚国语呢 其实是 属于一个 比较 呃 我们叫很unique的 怎么说呢 呃 其实它是一个 非常容易学的一个语言 它包容性也非常的大 呃 当初呢 在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呃 我们所用的这个国际的贸易语言呢 用的就是这个所谓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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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不同了 跟印尼语呢 听起来有类似 但是已经变成一个姐妹语言 而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国语呢 因为它吸收度包容性非常的强 它甚至可以吸收这个英语 吸收福建话 哈哈 呃 还有好多的这种不同的这个方言呢 慢慢的支撑一个成为马来西亚语了 所以有自己的文法 所以这个语言是呃 呃 他有他的这个呃 呃 怎么说呢 呃 呃 久了过后 你用惯了 他自己就产生这个生命了 嗯 现在马来西亚有时候 因为我们是一个算是多元种族的国家 所以我们会把各种语言呃 呃 呃 就是参杂起来使用了 就是我们也会把这个语言呢 呃 称为Raja语言 呃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语言 只是它是一个非官方 或者是非正式的一个语言 但是它不能成为一个所谓的这个母语 对 你看他们把这个 他们竟然可以把一个新的这个语言变成他母语了 呃 英语呢 是他们也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英语是全球性的一个国际语言 他会成为一个关注 甚至连这个偏远地区的呢 都会认同这个英语呢 是主要官方的 能够和国际接洽 接洽的 叫 叫 怎么交接的一个语言 嗯 是这样的 其实在呃 中国四川吧 他们也有本地的方言 有 他们本地的方言呃 呃 有部分可以听懂 但是大部分还是听不懂的 嗯 在这听不懂的 就是因为现在四川 它成都 它本身它的这种娱乐文化很富 很风行 它的歌手的这种呃 因为不断的选秀嘛 呃 大部分的这种歌手呢 都是来自于四川 嗯 他们这种文体呃 流行的文化很盛行 嗯 所以说在 在就是广泛的接触当中啊 他们在有时候在公共场合就会说四川的一些方言 就感觉啊 四川的方言其实也是很很感 给大家的感觉上是一种流行语的感觉 嗯 没错 嗯 我们啊 看说到说到中国呢 就不得不说 对 一件中国的一个 可事情 就是在陕西呢 呃 有有一个 贪官 其实不在陕西有一个贪官哈 中国有很多贪官 不止一个了 嗯 这个贪官呢 他呢 是 嗯 他叫呃 雷正熙 是的 呃 其实他现在马上就要升迁了 就是因为他要升迁 所以很多民众就聚集在党政机关的门外 进行举行抗议 举行抗议什么呢 举行抗议就说 这个贪 这个呃 这个贪官呢 就是从工程中吃回扣 呃 而且他把他的就是一些罪名都给列在一些当地的网络 当地的一些论坛上了 他的一些罪过呢 就是有买卖官啊 提拔官员要两百万人民币 也就折合于啊 马币是一百零二万令吉 啊 而且收受三千万人三千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一千五百三十万令吉的贿入的 这些呢 呃 其实这么一个事件在中国呢 也是有很多这样的现象的发生 但是为什么就这个贪官呃 就是冒出来了 而且被而且有很多的民众进行示威啊 说这个他他这么贪怎么还能升迁呢 就是所以说这他这个民众这么多民众的一种聚集 他是有一个他是有有几个点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聚集的 呃 其实第一点呢 是原因是就是这个 这个呃 雷正熙这个这个书记吧 他之前的这位领导呢 叫做郭宝成 呃 是一个非常受人民喜欢的一个一个就是县委书记 在他当政在2009年当政期间呢 他相继推相继推出了很多惠民政策 就是用政府政府政府结余的一些资金 呃 首先呢 在就是全民的免费医疗 就是整个这个县的全民免费医疗 第二点就是两年的呃 十二年的免费义务教育 呃 和呃 人群免费养老的呃 这种庞大的民生保障系统 所以说在他在这个前任的这个呃 县委书记在政期间 他做了很多的好事为人民 但是自从这个这个贪官一上去呢 就是呃 使是这些就是使呃 前任前任呃 这个县委书记留下的六百亿人民币 全都就是已经花费掉了 并且又付下三百亿人民币的债务 呃 而且即将就是免费医疗呢 就原来的好多的优惠政策也被即将取消 所以人们才呃 痛恨啊 痛就是这种有对比吗 一有对比呢 人们的情绪就是就是很高涨 呃 第二点呢 他是由于一个网络的宣传 现在网络是很大的一个一个 一个让人民集会的一个触动力吧 所以说从网上的一些微博啊 当地的一些论坛发表了人民各自不同的意见 所以说由于这两个原因啊 致使了就是大大批的民众在在集会去去抗议这个啊 呃这个就是这个雷震雷震西的这个提升的这个事情 是嗯 而且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呢呃 呃会会影响的话也是因为可能这个面子的问题吧 我不懂这个影响度有多大 因为本身这个西安呢 那他是这个中国第一产媒大县 对吧 呃 这陕西安 陕西陕西对陕西省 对 他是这个中国第一产媒大县 然后呢 这个贪官呢 他不单只是影响了这整个呃经济 而且还让到这整个陕西呢 变成了这一个呃怎么样呢 是一个让人觉得说哦 这个产媒这个事情呢 好像和贪污扯上了非常非常强烈的关系 其实在中国陕西 只只是神木啊 这个线 它是一个产媒线 其他的地方还没有太听说多大的产媒 因为在中国产媒大县是山西 不是陕西 啊 是山西啊 呃呃 呃这个煤矿的这个事情 也许是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还是它的作用不太大吧 嗯 所以还是因为大家都在喊这个反汤 那包括像这个中国 你提到这个贪污事情 也有一些呃不良商家啊 就趁着这个有一些呃 发生了一些天灾啊 一些重灾区呢 就去贿赂 贿赂当地的一些官员呢 就是要卖这些药啊 这些等等 所以这些跨国公司呢 也是非常的可恶哦 包括这个英国的公司啊 美国公司啊 英国有这个GSK 美国有这个 呃 Mork 日本呢 也是有这个 Astelas 这几家的这个跨国厂商呢 呃 在中国这些制药厂啊 就尝试 行贿啊 对这些呃 怎么说呢 呃 官员啊 或者相关的一些人呢 行贿 为了就是可以提供 更多的这些药呢 到这些重灾区 呃 这个情形呢 其实发生在中国 并不是一些呃 很很很奇怪 或者很很觉得是一个很普 很特殊的一个现象 并不是 因为我总觉得说呢 其实在全世界都有啦 只是中国呢 因为本身 尤其在最近啊 四川也发生了这些水灾啊 呃 这个这个呃 一些呃 那些灾难呢 造成了有非常多的人呢 他需要这种医药协助 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援助 那需要这些援助的时候呢 有时候这些商家呢 他就知道呃 这些灾民 有一些物品是他们的必需品 嗯 所以他要提供进去 但是你提供进去呢 即使是给官 官方是跟他们买的话 那官方也要去选择性的 买这些商品吧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可能呃 用这种呃 商业贿赂的方式呢 呃 让自己达到 把这个货品提供给这些灾区 这些灾民 所以我觉得是是一个在道德上 是很不对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人民呢 更应该去想办法去 怎么去对抗 啊 如果人民要对抗 对 其实人民要对抗的不单是贪污 好多时候呢 可能也是跟这个 种族啊 之类的 这些族群课题 也是有一点点的关系 那刚刚呃 呃 呃有提到说 那个呃 中国啊 他们就走上 就是赌那个 呃 贪官 升官嘛 嗯 那在美国呢 嗯 美国呢 这边也是有一些呃 呃 民众出来做抗议的事情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呃 出现这个抗议的部分呢 他是出自于自卫啊 因为是马丁呢 他有一些动作了 然后呃 但是就是在 这个 评审 因为美国的制度呢 他们是有这个陪审团啊 是 而且刚好他们都是全全全个陪审团 有六个人嘛 都是女性 那他们一开始在表决的时候呢 呃 可能就会是一半一半的说 呃 想定罪跟呃 呃 无罪释放了 但是呢 到判决来到最后的时候呢 呃 呃 陪审团就一致的决定 就是这个警察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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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无罪的 呃 无罪释放了 那就是这个判决呢 就引发了美国很多座的呃 一些市民啊 就出来抗议了 他们都异口同声的 希望说可以伸张正义了 哈 因为这是在 他们再次把这样子的一个呃 呃 犯罪课题啊 就是把它跟种族扯上关系了 因为现在呃 被杀害的就是一个非裔的呃 呃 青少年马丁嘛 然后刚好开枪射杀的这个呢 他是呃 呃 就是白人啦 呃 他是白人和 对白人警察 他其实是混血了 他是白人跟拉美伊的混血 对 简单来说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白人 是 所以所以他呃 好多这个民众的人民呢 都把这件事情呢 简化成就是族群和族群 对 他们就觉得现在是白人在杀害黑人 就因为他是白人 所以他就被无罪释放了 是 他们就这样子看待这件事情了 也许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嗯 第一个方面就是呃 可以从整呃 一个一个很 很正确的一个正面的角度去看 就是说美国的司法系统呃 他这么样的一个判决也许真的没有顾及到他是黑人或者是白人呃 他只是根据这个案件的一个本身在处理 他是 没错的 没错的 是很一个很公正的一个判决 他没有在在他做这个决定之前 他没有考虑到他是黑人或是他是白人 这边做一个小小的 但是 但是 嗯 因为在那个陪审坛有在做呃受访问的时候呢 那他们这个陪审团里面其实其中呢是有五位是白人哦 还有一位呢是西语裔的女性 就是说西班牙语的这个呃 他们说他们在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是没有讨论到种族的问题了 嗯 所以他不认为呢呃 种族课题是在这个案件的决策呃决定上面是有关联 但是哎 这么巧 这个陪审团刚好本来就在这五位的白人女性了 嗯 这边小位做你的补充 嗯 所以说他们也许真的是根据啊 美国司法的一些呃 条例和规定去判定这个案件的正确与否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呃 在在在美国存在也许是有这么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说在美国内部他依然存在着一种白人和黑人的一种阶级歧视 是呃 这这种这种阶级歧视他不是一日两日能够消除的呃 他是其实在很早之前美国进行他的选举团制度 这个选举的时候呢呃 呃他他这个选举团制度 他他他跟他他也是主要的原因是南部就美国南部的财团 估计到南部黑奴的一些一些事情提出的这个这个选举团制度的这个改革 其实在这个美国选举制度的这个这个制度里边 他隐含着就是对于黑人黑奴的一种歧视感 嗯当时的制度是这样的一个一种考量 但是现在经过多少年之后到呃迄今为止吧 也许这种黑人和啊白人的这种歧视啊这种阶级歧视他多多少少还是依然存在 他就是稍微淡化了一些他稍微淡化了一些如果要比起那个黑奴时期或者是呃这个美国总统解放这个黑奴那段时期呢 现在是稍微缓和了一些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奥巴马呢要当上总统这个这件事情呢 这不可能发生的那起码还是虽然说他是一个黑人总统也许有人说可能他虽然外表是黑人他思想是白人 但是这这些这些都是都是呃我觉得是另外另外一种说法或者另外一个另外一种层次的一个思想 我觉得是不同的这个概念呃你感觉就是一个总统他上任之后 呃其实在在权力在金钱面前有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权力和金钱和偏向于财啊他的财团这方面的他这个东西是真的他这个就是对于金钱的欲望对于权力的欲望对于他后面大财团的一种支持 没错因为这些资源呢黑人和白人呃你偏向我们的那你就可以去上你这种说法呢呃 呃有另外一个看法是怎么样要知道的就是当这个来到选举的时候呢在美国的他的制度是跟马来西亚不同 嗯 马来西亚的这个选总统的制度呢人民是非常大的这个参与度而且是决策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如果你说这个美国公民呢他们要选出一个黑人总统那他要用多么的这个如果说那个种族歧视性是非常高的话 那我相信今天奥巴马不会坐上这个位置而且还连任两届有其实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是他在选举的时候他符合民众的需求 嗯 他就说我是个黑人我可以争取黑人的选票是啊这是一方面的原因是啊第二点可以给美国有一个正面形象就是说我无论黑人白人我都能当总统啊我们是多么的民主是啊 你说的是没错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即使是这个所谓族群关系呢他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很理想的一个状况 但是起码在表面上他们愿意让国外或者国际呢看到美国是一个和谐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如果比起在马来西亚的情形呢可能就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好像马来西亚就是还是标榜有点雷同的就是我们标榜着说啊我们是三大种族我们非常的和谐我们融合在一块 但是呢在种族课题上我们还是潜伏性的就是很容易像他跟他们犯的同一个一样 不是犯就和他们有个同一个状况出现了 只要呢在一个呃只要是比如说司法案件上呃犯案者跟受害者的两个的总呃的种族呢是不同的话呢 他很容易就陷入一个种族课题的操作了 没错像刚刚看到就是因为是呃白人呃杀杀害了黑人 然后如果当今天呢他是不成立的这个这个罪名不成立会当会被释放的话 哎他们就会把这个种族课题呢来的操作 没错你想象一下 那像马来西亚也是一个这样子的状况 当今天如果一个加害者是马来人然后受害者是华人 那只要呢不管这个黑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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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华人呢 他是否真的有做这件事情哦 只要被判无罪释放我们就会上来抗议了 肯定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我们看回不管在马来西亚还是在国际任何一个国家 当他有一个这种族群关系是比较敏感的时候或者是没那么和谐的时候呢 只要有一方犯了罪有一方受害 这两个是来自不同族群 而那个犯罪呢突然间被犯无罪 那你就会产生这种所谓的矛盾了 但不单只在族群方面 在马来西亚甚至呢你回顾马来西亚 还包括了像一些和宗教有一些敏感的这种也是非常的这个矛盾在 比如说像我们看到这个还是说回这个性感二人组的这个事情 你看就是没想到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新闻呢 对会联系了那么多天还没还没完还没完 说了完 所以今天根据这个报道来说呢 就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Alvin还有这个Vivian呢 两个人或许会被在煽动煽动法来提供了 虽然说这煽动法好像废除了吗 其实还没废除吗 对对 所以有可能在废除之前呢 他还能用来提供这两个人 所以根据这个总检察长Abdugani呢 他就表示说 这个从法律事实和动机这几个层面呢 就进行考量是否会以这个煽动法来提供这两个这两个人了 按按道理来说 其实这两个人所犯的错误 感觉这个法律对于他们有点有点严过于 我感觉是应该以一种劝说的方式 谅解的方式 这样对他们进行说教的方式 比用法律来直接制裁他们要好的多 因为你这个直接法律制裁 你只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法律体系下的这种文化体系下 你才能判处这样的一个罪 如果说你在任何一个外国的话 他你你你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判处这么一个罪的 我今天今天早晨 我还想到这个性爱二人组的这个这个肉骨茶的这个事情 因为我记得以前呢 在中国有一个菜就叫做 叫做糖醋梨脊 糖醋梨脊其实一开始就是 这个梨脊是用猪肉做的 一直是是这样的 所以但是慢慢慢慢的 你可以在清真餐厅 中国的清真餐厅和回民餐厅 你可以看到糖醋梨脊 这怎么还要出现糖醋梨脊了 因为这个糖醋梨脊是用鱼肉做的 或者是牛肉做的 它就是清真的 所以说只有在这个文化体系下 这个法律制度下 它才可以成为这么一个罪名 是触犯触犯了某一个宗教 你说的非常的对 在马来西亚呢 其实当你说这个肉骨茶的时候 你直接的想法 它就是不属于清真食品 你无论说可能你在这个素的餐馆 你可以吃到素的肉骨茶 或者在其他的餐馆 你吃到是鸡肉肉骨茶 完全和这个所谓的猪肉都扯不上关系 就完全的是清真食品的话 那这个东西呢 在它不属于一个很common 我们说不是一个common statement 它不是一个一般我们会所理解的事情 但是所以它就在这边呢 大家提到用肉骨茶来喝开菜的时候 你直接的想法就是这两个人脑袋有问题了 为什么 它就是要 你明知道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伊斯兰教徒 是不能吃这个肉骨茶的 你还要用这个来挑削我们 所以我感觉应该是用一种劝说的方式 谅解的方式 对两个人比较更公平一些 更人性一些 另外其实这个事件也掺入了一些政治的因素 所以才用这么严重的一种煽动法令来拘捕两个人 它的政治因素呢 已经被就是国会的各个议员提上一个日程 在国会上的国阵的一方就是说 他也没说指定完全就是这个性爱二人组 是行动党派的 他只是说 他只是说可能是行动长指使 但是这种说法是完全完全的 是我听了过后也会冒火的一件事情 但是当时行动党的人呢就站起来就是严厉抗议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问题 以什么法律 你攻击议员为由 就是说这个人说的没有什么证据 但是最后安华站起来 他说 这个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不允许任何人污蔑伊斯兰及其他宗教 他促请当局应该立即把这二人法办 法办 但是他没说用什么法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呢 是从这件事情当中呢 他被政治化了 这些其实是 你说他大 他不是一个大事 但是你说小事呢 确实在马来西亚他引起很大了这个敏感和矛盾在 那我们看到一点是 既然这个国会议员帮忙到 他会说出一种 把他说和行动党扯上关系 甚至他就他言论说 会不会行动党在背后去支持他 或赞助他们 我觉得这种说法呢 几乎是强词夺理了 不过 我想说的一点是 为什么现在整个整个这个 国会里面呢 很多时候是有这种恶意的抨击 或者是说 带出了一些无谓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话题 一些课题呢 这些是完全没有建设性的 即使我就说像这个安华道之后 他虽然说出这个点出来 我觉得他这个说的非常好 我觉得很公正 对很公正 他没有去针对这个 所谓的巴默大所说的这些无谓的话 我觉得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说他说的这个不对 但是呢 你去提出一个事实的情形是怎么样 就是说这两个人确实是应该受了一些惩罚 但是这个惩罚呢 必须公正 他法办 你不一定要用煽动法令来做吧 像你说整个国情都不一样 你如果用这个多媒体 这个这个法令来制裁他们的话 这个还勉强说得过去 因为他们确实是滥用了这个多媒体的这个方便呢 结果就散布了一些造成不安的信息 只是你说造成不安的话 人家会认为这就煽动了 造成不安的煽动是有相同的关联呢 所以就看你怎么去看了 对我来说是多大的一个不安程度 其实我看到这个事情啊 虽然我们是单一的好像case by case在看 因为刚才像威尔提到说 这个你说他小不小说大不大 但是呢因为有的时候你当你挑起了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啊 或者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行为啊 他其实是一个连锁效应的 像刚刚第一个就提到说 就已经牵涉到那个政治课题上面去了 就是在里面他们会有恶意的拿来做攻击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回到我们人民之间呢 其实也是会挑起一些种族种族本身啊 就可能会有一些一些仇恨在里面了 像我们有看到说有一名华裔男子呢 他昨天就被掳走了 OK 掳走然后还被扒光上身 然后写着写上他的一个罪名啊 好像说我诋毁伊斯兰教 所以呢 他其实除了我们只是看到表面上 OK 这个人他在网上散播了这个照片 然后呢 引起了一些警方的一些动作之外 其实在人与人之间呢 我们相处之上呢 可能也是会有人想要进行报复的行动了 因为呢 进一步他们有警察有逮捕了这四名 就是无意的男子 他们对于对一个华裔男子 做了这个掳走的行动 然后警方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呢 发现对方也是冲着这个 吸引爱二人组报复而来的 那是不是说这个 这个人呢 就是这个受害者本身是在网上 也做了相同的事情呢 跟这个Vivian还有这个陈杰玉 是不是做了同样的事情呢 是不是说因为他也去支持他们 他在他网页上留下支持的语言 或者留下一些也是煽动语言 造成人家不满呢 还是说有其他原因在 因为我看到新闻说的是 这个受害者呢 他否认 他否认他在网络上支持这两个人 关于这个肉骨茶喝再来的这个事情 不过呢 这四个被捕的这个嫌犯呢 就说是因为这个人就去支持他 而且让他们觉得说 他不应该这样子做 所以我们看到他 他已经开始延伸到外边去了 这个新闻 政治人物的这个炒作呢 就造成了现在反而人民之间 有一种那种所谓紧张关系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行为是非常的要不得了 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当作是网络治安警察来了 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年轻人在网上写了一些 不管他是否认了 那时候我们不排除 可能他也可能在立场上面是表态还是怎么样的 可能对这个新爱二人组的行为有一些啊 可能是站在支持他们的方向 但是呢 我觉得不论如何还是这样 因为这些原因呢 去对一个另外一个个体啊 去做出这样子的伤害性的行为呢 是非常的 我觉得是不对的 因为他还不只是 把他扒光写上写了一些字在他身上 他还侮辱他 他还殴打他 他抢走了一些财物吧 对不对 他打到他的脸啊 下巴背部啊 都是有余伤余种了 所以我觉得只要动手呢 去伤害另外一个人呢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不对的 其实社会上应该 不要大选之后 不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张 或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很紧张 大家需要一个很宽心 很包容的心态 去对待这个马来社会 这个社会上出现的任何一件事情 就是去包容去看待 这个二人组 如果他们不太懂得一些事情的话 可以去说教他们 可以去善意的去开导他们 这是伊斯兰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而不是用很严厉的词语去攻击 但是如果这个用的是伊斯兰法的话 会是怎么样 伊斯兰刑法的话 他会怎么去处理这两个人呢 当时我也在想 也许伊斯兰法 他其实他也是人制定的 他是根据古兰经和圣讯制定的 但是他也有人为的因素 他有些的制度 他因为不同的伊斯兰国家 他对他的伊斯兰法的这个诠释和制度是不一样的 你说的这是正常的一个状况 我想说的一个假设性 如果今天这个是伊斯兰党 伊斯兰党本身来执政的话 这个伊斯兰党是政府 或者是公正党是政府 你觉得这两个政党 会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两个人事情呢 是不是他们会用的 也是用采取 你刚刚说的比较理性的方式呢 去教导他们 或者是开导他们 还是用比较 比较硬一点的手段 来惩罚这两个人呢 这需要看人 看那个执政的那个人 他的 他的这个伊斯兰观念 他是很强硬的状态 还是很 很开荣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说 如果是你现在的这个局势来看 是马来西亚的这个伊斯兰党 会是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惩罚呢 这两个人的下场 但是现在伊斯兰的伊斯兰党的内部 其实还是保守派有一部分 他也有新兴派一部分 比较开通的一派也有新一部分 但是目前是在伊斯兰党 这么一个内部有两派的这个局势之下 将他的这个主要趋向是趋向于保守派 还是趋向于开通派 但是整体来说 如果说伊斯兰党 其实整个马来西亚社会 整个就是马来人 他们的思想意识上是 因为媒体的还有一种宣传 他们的思想意识上是 肯定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肯定是严肃的处理 这是这是无论是政党 无论是媒体 无论是民众 都是一致的一个看法 但是真正的要回到伊斯兰的本意 他就是要真的要很宽容的去看待每一个人 我想不管是到最后这个结果会是如何 不管这个Alvin Vivian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了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大家人民 都是要保持一个比较 开放跟比较宽容的心 不要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丢了一个石头 而整个涟漪一致不断的在波动 不管是我们华人 要怎么去看这段事情 当然我们也不会 是不认同Alvin跟Vivian做的这件事情 但是也希望说我们 两个族群关系不要不要再掀起一些让族群更关系更紧张的事情了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不要借这个这个课题呢 来炒作或者做一些事情 因为你如果你借这个课题来炒作 变成一个政治课题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再不然民众就借这个课题来说 去去故意去挑办其他的 挑戏其他的这个 这个族群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 或者借机来打劫 这根本都是借口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后来我们再继续聊聊我们的一些国内新闻 公正平等乃人权及时 六月FM 我是蔡依林 原来当头自由高照 你好 欢迎回到天马星空 我是Vaya 我是天马星空的恩慈 我是袁袁 是 那刚刚我们就提到了这个 有这个什么呢 有一个人 这受害者 被这个因为这个新闻人权的事件 结果就被人抢劫了 殴打了 或者甚至是在身上画了一些东西了 写了一些字了 那这个其实是 你自己当这个所谓法官 自己当裁判了 或者当当这个不是裁判了 当法官了 比如在 云图系叫地域法官了 或者地下法官了 这个就是自己去控制这个治安 由人民自己来做 这个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呢 其实是很有争议性的 如果是一个法治国家来说 不应该这样子做 但是如果说治安有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就应该去探讨一下 应该怎么样全民去聘这个治安了 可是在国外 对国外人来说呢 虽然我们再怎么看大马治安 觉得很差 很糟糕的 可能对一些外国人来说 大马治安还算不错的 就比如说像这个 中国鲁马大使馆的领事呢 参战 就形容说 大马的治安 感觉还不错 他觉得大马治安还不错 他还补充了 他就常说 他去这个自己熟悉的地方呢 不该去的地方就不会去 这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让他觉得还还好 他是觉得要应该怎么整顿这个治安呢 他的看法就觉得说是 就像刚刚讲了 你应该去你熟悉的地方就好 不熟悉就不要去 可是也很难定义不该去的地方就不会去 马路上也是该去的地方 那可是马路上还是会发生很多的 抢劫案啊等等 但是呢 这个 他还这么说了 他去过了很多国家 包括欧美呢 或者其他的亚洲国家公干呢 但相比之下 在大马的治安还不错 即使走在大马路上 也不会觉得害怕 那我觉得他胆子挺大的 可能 可能就是我应该这样子说吧 就好像一些 我们马来西亚一些高官啊 比如讲像凯与啊 之前啊 都觉得大马治安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是当他家里自己被抱歉的时候呢 他才会怀疑说 原来大马治安 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对 是要经过切身的感受啊 那个针扎在肉上才会知道痛 对 很多时候你身处在高位 你根本不能明白 就是平民百姓的一种 那个感觉 或者生活是怎么样的 其实以前在旅行社工作的时候呢 呃 主要是地阶嘛 地阶就是中国人到马来西亚来旅游 呃 当时的这个老板 或者下面的这些导游啊 他们在中国游客来了之后呢 都会给他们说一些 呃 就是防盗的一些措施啊 就是你背包呢 你不要呃 把包背在路的那一边 要背在里边 那就往前跨包啊 不要随意听到摩托车响 一定要注意啊 之类的 这样的一些警告 哦 所以一来到就首先先给他们的一个呃 防范措施啊 就是要先防盗防贼防防这个抢劫了 所以这个是挺悲哀的 所以不知道这位这位参赞 他说的是真是是假 呃 我我我认为他他说的应该是真的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身他的感觉嘛 他来到马来西亚 虽然说他是住马大使馆里面的一个参赞 呃 他在马来西亚肯定住了一段长时间 呃 不过呢 我们要知道一般的这个所谓高官 或者是你属于官员嘛 对不对 你上街或者你去哪里 可能都有保镖在保护着 再不然呢 你有你有司机在在里 呃 从这方面来看到呢 我们的感觉就是呃 就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呃 内政部长还是警长说的吧 对不对 呃 你如果你出门 你要你都不需要五个保镖 所以他治安非常好啊 对吧 总警长说的 呃 总警长说你不需要五个保镖治安就非常好啊 所以这个为什么让我们的这几位高官呢 觉得治安是很好的 其实他们身边 好多案犯应该多多去高官的家走一走 啊 这样呢 高官就会有注意了 哎 这个这个说 注意了呢 他的法律啊 各方面他就会要改了 这个说法有点煽动 那小心被煽动法令提供 因为我们去煽动这些啊 盗匪呢 去高官的家里去去去盗窃 这个是不对的 其实盗窃本身呢 是一个是一个已经不对的行为 但是我们要探讨的 就是说 马来西亚的治安呢 到底是不是真的将好呢 其实如果以一般平民百姓的这个评分标准来说了 如果是给我平的话 我只能够说是呃 百分之七十是不好的 那好的部分呢 可能是百分之三十是在哪里呢 可能是去呃 一些你比较熟悉的地方 当然这些熟悉的地方可能也不安全了 包括自己的家里都可能被人呃 爆破进来了 或者是呃 你甚至到这个所谓的便利商店了 啊 昨天晚上还看到一则新闻了 一些便利商店在十天内被抢了十一次 就是平均一天有一次半 或者是还在 甚至其中一天是两次啊 每一天一次 然后其中一天是两次 就每天来报道 哦 这个这个我倒觉得 很奇怪的是 这间便利商店有那么好抢吗 每一天抢一次 十天内抢了十一次 这个很难想象耶 是便利商店的问题呢 还是这个盗贼的问题呢 我个人觉得 可能这个便利商店也有一点点的问题 你被 你不觉得奇怪吗 是在便利商店没有请保安呢 呃 你请了呃 可能没有请保安是一个问题 但还有一个问题是 你有报警了吗 如果报警了警察有做什么吗 如果报了警过后警察没做什么 这当然是警察的责任了 那为了让那个呃 犯罪率看起来是下降的 所以啊 应该可能警察会呃 劝你还是不要不要惹这个麻烦 不要惹这个麻烦 所以隔天的戒匪就来了 哎呦 每天那个戒匪是怎么样呢 啊 根据这个被盗的这个便利商店 老板的说法是这样子 还有他的这个 闭路电视所拍到的 这个盗匪基本上就是属于非常呃 那个自由自在的 进出自如 怎么样进到里面 可以开一包饼干来吃 吃了过就那边喝水 喝了过到他那个柜台去要钱 拿了钱过就呃 大大方方的大大方的走了出去 开车走了 他也不蒙面 他也不不不 感觉很像是老板的儿子走进来 自己的家 然后是拿他想要的东西 是所以所以这个戒匪呢 可以猖截到这种程度 那到底是治安有没有问题呢 那警察是做好的工作呢 当然我们不是说 怀疑警方没有做好工作 甚至有一个调查呢 就说呃 这个警方的这个呃 效率怎么样 我是怀疑警方的工作的 呃 我们不能完全就是否定 警方的这个工作效率 但是他们确实有问题 如果出现这样类似的状况 而且土呃 那个抢抢匪都大胆 摇摇摆摆的来去自如的话 呃 这这是为警方脸上抹黑吗 哪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当然这可能只是很 只是其中一件事情啊 不能从一个事情的打完警方的 这个警方人力不足 现在 我还也看到一个就是抢劫的新闻 就是说这个抢抢匪呢 追着一个人啊 跑到这个茶餐厅 这个人呢 进到茶餐厅转了好几圈 因为里面全都是在吃早餐的人 转好几圈 没有旁人也帮助他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呃 这个劫匪呢 他就下了车 就追着这个人 不管别人就是外面有好 多么好多的人 他就是这么追追追 到最后实在是跑不动了 呃 结果就是这个受害者呢 就把所有的财财物和钱物都给了他 他也就骑这么的车跑了 那如果以这样子来看 我们要以这个法法律来制裁这些人呢 是不是是应该像我们的内政部长 呃 这个扎希所说的呢 应该要为审先扣 我不需要审判他 那这样子可以起了一个杀机进口的作用了 我我知道 OK 这个是嫌疑犯或者怎么样 我就要请他把他先扣留起来 啊 不用审啊 先扣留 直接先扣留起来就算了 现在不是要24小时可以扣留吗 呃 是可以的 但是呃 因为他说之前这个煽动法 如果要废除的话嘛 对对 要以新法令来取代 他就说 为什么最安律提升呢 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内安法令被废除了 所以 但是他有宪法 宪法明文规定 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一个人有错误 你可以把他抓起来到24小时 如果24小时之后 你把他呃 去见推示官 推示官 法官 法官如果说啊 这个人依然是有罪的 那可以继续把他扣留 如果说法官说 你必须他如果 这个就是审 这个就是有审判了 他的为审先扣的意思就像内安法令 你根本不需要审讯的 我甚至可以扣留一年一年两年 那你能怎么办对吧 所以这个和坐牢没有分别的 就直接我不用审 我只认为你有问题 我就把你抓进监牢里面扣留一年 所以很显然 为审先扣是不对的 因为在宪法里有那么一个合乎条理的一个法律存在着 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不审先扣的法律存在 所以这个说法就是你认为说这个内安法令是不合条理的 不合宪法的对吧 但是他已经是呃 曾经是这个宪法当中呢 就是被修改过后 他是合理的 被合理化了 对对对 这个紧急法令 呃 所以现在被废除了 现在我们要谈论的 他他这个 大家讨论的 这个煽动法令 是不是应该被被废除 然后用一个新的法令 即使这个新的法令 有有被实行的话 呃 这个内政部长还是坚持说要未审先扣 但是那个我们那种检察长呢 呃 呃呃 呃呃 你却表示他其实他的立场呢 是不赞同这个未审先扣的新法令了 那目前这个呃 要取代了煽动法令的这个法的新的这个法案啊 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的草拟工作了 那但是他有呃 非常的坚定的表示了 他从不赞同这个未审先扣的呃条文呢 那呃呃 有在想说 其实他有他有说过一句话啊 他就说他引用了一句法律的谚语了 宁可放走十个真的犯人 也不能呃 惩罚一个无辜的人 那这个我要给他一个掌声 这个说得非常好 为什么呢 确实是呃 不过呢 我觉得需要衡量一下 嗯 如果呢 这个十个犯人被放了出去过后 这是严重的罪犯 他会造成整个国家不安 或者造成整个国家的这个治安 变得很大问题的话 嗯 那呃 可能要衡量一下这个所谓的无辜的犯人 还有这个所谓的十十个犯人是怎么样 是的 但是他之前有说了 现在的法律呢 呃 已经足够让大马皇家警察去执行他的工作了 嗯 所以呃 就是不一不 并没有觉得有这个需要啊 有这样子的一个呃 未审就先扣的一个法案了 嗯 他的看法是这样子 嗯 看来他跟这个内政部长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那总检察长和内政部长有两颗不同的看法 也可能带出了一些信息 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呃 内政和治安这方面的这个处理部门呢 呃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火花了 嗯 这呃 这个事件他他他不呃 他反映的是他表面上他他确实给大家一个很肯定的一个说法 呃 说未审先扣不应该未审先扣 但是他呃 他的背景呢 也许直接跟因为最近嘛我们看好多的有一些马来嗯有一些就是巫统的一些官员嘛 他们的意见都是有分歧性的嗯 你像是纳吉啊 你像是这个阿杜安甘尼 你像是那个旅游部长 嗯 他们这三个人呢都现在的话语都是很缓和的 是 要让华裔族群听起来是很缓和的 是 你说的没错 但是内政部长啊 还有还有前几天又有失望 他的话语他就是很具有煽动性的 还有几个他们是一派的 所以说这也反映出啊 将即将的巫统大选的一个趋势吧 是 而且呢呃 也可能也可能可能我我自己想多了 这是一个平衡的作用 就是平衡的作用 如果单纯由内政部长 就是发发表这种比较强硬性的 比较带有一点种族性的一些语言的话 没其他的这个方面去平衡的话 那可能对国阵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印象 这是华尤其是华裔 那如果现在我们看到了阿布格尼出来说这个话 他平衡了这个阿曼萨希的这个说法 然后同时纳吉本身呢 也针对这个优秀生呢 的事情又说要别放弃啊 他会在那个讨论啊 这些说法也平衡了这个华裔族群的这个愤怒的这个心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平衡作用 如果啦 今天这个阿曼萨希我们想想看 假设阿曼萨希他说的这些 他说的是倾向于对华裔有好处的话 或者对于这个不是这么这么这么强硬的一些说话 那我相信啊 我相信了 可能另一方面 阿布格尼今天可能说的不是这种话 可能首相说的也不是这样子的话了 我觉得他们可能要达到一个在为了巫统党选的这个事情 做一些真真真取的动作的同时呢 也去平衡目前刚刚大505大选过后的整个华社的 或者其他社群的一个一个心情 有和解吗 我觉得不论是如何 总之是有总之就是不论如何呢 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观点是一个好事 但至少有个讨论的空间 能够做到一些平衡的地方 是没错 像你刚刚有提到说 首相有在那个算是促起那些优秀生不要放弃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108宗的上大学的这个上诉了 那而且呢 有一半的上诉的学生是拿到4.0的满分的优秀生 都没办法进到大学吧 其实这些状况是年年都在发生 年年都是有新鲜 有新鲜事情 那现在已经高了 就是连这个4.0满分都没有办法进入自己所属的大学和科系了 不过这边呢 我们想说的是这一点呢 就是这个对我来说 其实没有很大的新鲜感 每一年都有 每一年都在发生 只是我们好奇想要了解的就是 这一次呢 前任的这个教育部副部长魏嘉祥呢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马华教育局的主任了 他就出来说话了 当然以前他也出来说话 但是呢 这次说话就显得更高调了 因为马华不入阁了 马华也没什么身份了 所以他这个这个说辞呢 就有一些高调了 他说这个问题特别严重 马华非常重视 所以他们将会这个优秀生争取 确保他们能进入政府大学生召 这个说辞和去去年前年大学年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没什么改变 但是到底他们真正能够争取多少呢 这个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 只是马华现在还是很不甘寂寞 他真的不甘寂寞 也许前面的报道就是每一年的报道 他的媒体夸张度也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个消息 这个新闻的真实部分 就是说他获考4.0满分的有55个案例 这个满分的案例 而且这个就是大部分的优秀生 他们的首选科系是医科 如牙科药剂系和医学系 但是同时教育部的高等教育局总监 南都马西迪 他说呢 他说学生的科系是按照绩效排列 90%学术分 10%课外活动和所申请的科系而分配 要是申请人的成绩不高 所申请的热门科系 极大可能无法被选上 所以这句话就让我很疑问 那55宗已经达到满分的学生 难道他们的这个成绩不算是高吗 那你不要忘了 他的还有10%的是课外活动的分数 那除了我觉得除了4 除了那个成绩是4.0满分之外呢 其实还有其他的考量 可能其他的 可能我们要看回去说 其他有被入选的 可能他们成绩也是4.0满分 但是他们可能在课外活动上面 可能又占了一些比较优势的分数 那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考量点呢 所以才会有 其实这个时候教育不应该出事 你不接受这些申请人的这种 满分的这种申请的话 那你可以举出 你现在目前所录取人的成绩是怎样的 我觉得应该要一个标准 以目到目前为止 到今天为止 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标准的是怎么样 它根本没有透明 到底这个录取率的标准是怎样 是不是说你现在成绩是满分 4分满分 然后你的课外活动 你达到多少分 可能80多分 你才能进 或者是你要全部满分 你才能进大学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相信今天的大学生的这个水准会提高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没多少个人做到 全都满分 是那如果你不是全都满分的话 那你的标准在哪 你总不能说 因为你这个 我们都知道是说你说绩效制吗 没错 绩效制是很好的 但是绩效制的这个 它的这个透明度有多高 到底是因为你个人 或者是可能某一些录取的这些官员呢 带有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固打心态 来去做这个绩效制 那就你的绩效制是没任何意义的 我至今为止 我还特别忧心的记住那个张胜文 嗯 他说的那句话 现在呃 有一部分的这个就录取的这个 这个最终的这个详细的结果和这个过程 呃 教育局有一份呃 这个东西 他他在他的口里说的是保密的 还是去不忘忘外公布的 呃 这个我还是因为读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张胜文的那句话 嗯 不过我们有好多方面都需要再考量了 这个东西呢 我们不能单凭一面之词呢 来来下一个判断 因为确实在很多方面呢 比如说像之前说录取率低了 我们也是提到了 录取率有很多关系 包括报考的有多少 是不是大部分人呢 已经可能到国外去 或者报考私立学院 或者可能就是不想进这个国立大学 这些都是等等这些原因啊 而这些这些事情呢 呃 我们来看看 这个政党是怎么样去怎么样去争取这个的 我们看到马华现在站出来说话 这是理所当然 每一年马华都站出来说话 但是呃 今年啊 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是在哪里呢 呃 今年马华没有什么这个势力了 可能可以这样子说 在在这个政治上 但是媒体永远不放过他们 还是一样要报道 只要他们有消息出来 有这个呃 就一定会抢先给他们报道 这一次在这个教育的课题上面呢 虽然说呃 之前这个录取率低呢 这个行动党或者是明年没出来说什么 所以这一次呢 呃 反而昨天的今天报纸呢 就看到有这个行动党的 呃 人出来说话了 应该是黄美云吧 没记错的话啊 是也是有带这个呃 优秀生发言了 啊 所以我们看到开始行动党 现在要呃 为这个华社或者是这个华教的这个课题呢 开始有一些发生了 虽然不是华教了 也是可是是华语生嘛 华语考生嘛 呃 所以那个行动党也开始在关注 所谓我们华社的一些课题了 呃 他们一上来都有关注 只是说可能有时候没有正式是站出来 来说话 或者是他们也不懂得怎么说话 再不然他们干脆让马华去说话 让马华去当这个剑靶 让人家来射 但是现在呢 可能他们选择了一种一种做法 我觉得这个呃 对马华来说是好事 对行动党来说也是好事 那对人民来说是不是也是好事 更是好事 两个人出来说话有什么不好呢 两个政党帮我们争取 对吧 这方面还是呃 行动党呢 他他呃 他有一定的考虑 他首先他毕竟他大部分的华人都在支持他 嗯 他也有这个有这个责任啊 去说出这样发声 去去为这个族群说出这样的话 但另一方面 他因为他一开始 他想避免滑掉这个课题 因为然后这个课题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绝对麻烦 呃 但是呢 他应该是有呃 个人意见啊 有一部分是应该是被马华所逼绑 嗯 因为马华在那个京武华小的课题上 因为马华一开始是在这个机场街课题上 呃 行动党占上风了啊 三三万多个签名占上风了 呃 马华又退出了 退出之后他转到京武华小这个课题上 是 京武华小课题上呢 呃 行动党就在旁边看着啊 但现在又是这个学生的问题啊 高考满分学生的问题 那么一步一步啊 因为马华是首先在教育方面是很很主导的 呃 很有很有很有什么 很有呃 呃 很强势的 所以说行动党也想 呃 也许是被马华所逼吧 嗯 所以两方面都站出来了 就是呃 好像就是在为我们华文社会在做事情了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呢 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呢 这个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了 嗯 我说只要有胆量的话呢 这个行动党应该是多碰华教课题 而不单止在优秀生 优秀生跟华教比较没有那么直接 嗯 好了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然后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课题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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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